Hello 大家好 我是轻语 我们又见面了 轻是青色的轻 雨是下雨的雨 我的个人QQ号呢 是17079225 同时呢 我的个人微博账号是轻语素描 已经更名了啊 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呢 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 圆柱体的示范和画法 这个圆柱体呢 上一次我们有聊过 它由一个立方体拉长以后 变成一个长方体 由一个长方体再切掉四个角 变成了一个八轮柱 那么如果说把这个八轮柱的 每个角都切掉 切掉 切掉 切完以后它会变成一个圆柱 切得光溜溜的啊 它就会变成一个圆柱 那么这个圆柱呢 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今天呢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画一画 这个素描如何来去 把一个圆柱体给它画出来 起行的时候我用一支四臂 用四臂来起行 也是定最高点 定最低点 由于这个影子 我画在右边 所以呢 整个圆柱体 我往左边画一点点 这个柱体我把它的一个 俯视角度稍微画大一点点 把它一个透视稍微画大一点点 所以我们量一下 上面的圆和下面的圆的 大概的一个比例 上面这个圆 上面这个圆大概是 一 二 三 整个长度是2.5的样子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五的样子 这么个大小 稍微把它画宽一点点 比较好表现 然后呢 这个宽度 我们也把它定出来 这根中轴线 你一定要给它画直 画正 你中轴线画歪了 画斜了 你导致会整个石膏体 会歪掉斜掉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画两端 我们量一下 这个圆的一个高低左右 这个圆的高低左右 它是一个扁的 一个椭圆形的形状 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的画宽一点点 对称一下 稍微画宽 它是一个扁圆的形状 画对称以后 我们再画一根中轴线 这根中轴线呢 我们要注意近大 远小 近大 远小 近长 远短的一个规律 后面画一点点 然后这两边是圆的最宽度 这上下也是圆的上下的最宽度 好的 再来一个斜向的对角线 那么这个对角线呢 我们也可以量一量 这一个角路 这一个段和这一个段的一个距离 它基本上也是相等的 然后我们把语言给切出来 画圆的时候我们也用起草线去画 生动 灵活地去画这个圆 不要画太僵硬 也不要去死扣一根线 这两边注意一定要圆起来 我也把它画成一个尖尖的感觉 每一个角度 每一个弧度 都尽可能地把它弧圆一点 把它这个弧度加圆一点 好了 到下面 这个圆呢 我们比这个圆的一个趋势 要给它圆的更圆一些 两边画下来的时候 由于它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腐蚀的一个角度 所以呢 是 我们称之为 大腐蚀或者高腐蚀 那么我们把这一个 往里面收的这个趋势 给它做大一点点 只要不画成一个锥形就行啊 好的 然后呢 下面这一个圆 那么我将会把它画得更圆 相比上面而言 它会更加圆 很显然我们看到的那一条线 那一条边线 就只有下面这个弧线了 从这个弧度和这个弧度相比 这下面这个弧度肯定会更圆 好了 画完以后 我要注意这一根线和这一根线的一个 角度趋势 要差不多 就是它的倾斜角度要大致差不多 不然的话 这一个圆柱体很容易就会歪 那么我们如何去量这个差不多的线呢 非常简单 你可以这么 因为中间有根中轴线嘛 你可以这样左右量一下 它大致差不多 中间的位置你也可以量 大致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里还可以 我们外面收一点点 OK 好 突然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对 这个语言从这里开始 然后也得从这里结束 圆的左右两边呢 你可以拉这种斜向的对角线 去看一下它的一个长度 和角度可以检测 因为这每一条线 向对应的对面的这一个线 都是相等的 你看 这条线对应这里 这条线对应这里 好了 这就是一个圆的一个透视 同时我们聊这个透视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前面的这一些 边线稍微的加强 加重一点点 有一个前后的一个趋势关系 如果你能够把结构画好的话 它本身就会比较有体积感的 好了 投影 我们灵技术教程的那一个视频里面 那个教程里面有跟你们讲过 这投影的一个画法 那么在这里呢 我再一次强调一下 跟大伙来说一下这个投影 其实很好说 首先我们目测到 能够看出来这个投影 从这一个地方出发 斜着长上去的 好 大致有这么长 好的 那么后面那一道 那一个投影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呢 其实很简单 假如说 这个投影是从 这一个地方 大致啊 这个地方开始的 那么这个点 穿过中轴线 这个点穿过中轴线 连成一根直线以后 这根直径 那这个尾巴的地方 就是它 再起投影的地方 它投过来 反正就是一半一半的样子 一半一半的样子 所以你找到这个投影的其实处 再跟中心线 再跟中心点相连 然后两点一线 拉成这个直线以后 找到后面这个点 它出来 就是投影的位置了 只是说 这一个区域 我们看不到 所以你看到投影 是一个这样的形状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一次把投影 找到以后 把它 画一遍颜色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其实从这里开始都是的 这就是关于投影的一个认识 好 当然 米亚角线线 跟投影呢 也是有一些关系的 我们的米亚角线线 大致在这个位置 那么投影就是在 米亚角线线附近产生 我找到这个米亚角线线 对于一个圆柱而言 它的这个圆的周围 和收起来的这个周围 你看 它会有一点点变化 这里是直线 但是并不接到这儿 和接到这儿 这个米亚角线线 并不是接到这里 也不是接到这里 它在这里会有一个 左右的一个摆动 有个左右的一个摆动 好了 把这个米亚角线 我们大致找一下以后 轻轻地铺一层颜色 把背光区找出来 目前这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去了解它的结构 同学们 就是去了解它的结构 那么你了解它的结构以后 你才有可能就是这么 很有条理地 把这些内容给它画出来 在画这个结构线 以及这个第一步上颜色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再一次 把这些形 稍微地给它 纠正一下 然后米亚角线 现在可以稍微地 加重一点点 背光区 和投影 OK 到目前为止 它只是一张结构 石构的一个结构图 当你把这个结构画出来以后 同样你也能够看到 我不要上太多调子 我只要把这个结构画出来 把这个受光背光 表示那么一点点 其实它已经开始有一个体积感了 它开始有一个体量的存在了 是吧 一个石膏 立在这里的感觉 已经呈现了 有一个体积感